大家好,我是梳芙里 上一次来过这个直播 关于潑水节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是半个泰国人 有点惭愧,我不会讲泰文 最多观众问我不是生果的问题 然后问我懂不懂煮泰国菜 其实我认识一点 但我的家庭认识 还有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趁这次有机会就试给大家看 今天我煮的是一个泰式的三文鱼粟米沙律 其实它有点像木瓜沙律 不过我们有些改良 还有加上一些西餐的元素 首先我们要煮一个叫酸子汁 酸子买回来是这样的 其实它是一些果实一条条 像豆一样的架 我们会放一些水 然后我们就会把酸子浸一会儿 浸的期间你可以用手拧一拧 将那些肉浓到水里面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把水 刚才隔出来的汁液 我们隔了 那我们可以煎它 那煎的期间 我们会加一些片糖 这个酸子的汁液 其实可以做很多东西 因为煮很多泰国菜都很多用过这个东西 比如炒的金面粉或者我们做的甜品 可能会加一些酸子进去 那它煮的味道都是甜和酸的 那我们在这儿煎一下它先 我们这次会用粟米 那我们买一些粟米回来 煮熟它之后呢 那我们把肉拆出来 我们把它一开二 然后呢 我们这样把它切出来 尽量呢 留它一开一开 还有呢 我们会放一些虾米进去 硬硬的就可以了 放在那里不需要浸的 那然后呢 我们会准备一些蕃茄 我们把材料切掉 那些蕃茄呢 我们会这样切一个小角的 放进去 跟着呢 我们会 放一些豆角 跟着呢 我们会切一些 准备一些干葱片 大约半只都可以了 最重要是辣椒 吃辣味道一只 现在吃不到辣 我们放半只都可以了 那我们将加一些青莲汁 我们再放一些鱼肉 放进去调味 那那个酸脂水呢 我们煎好了 那这样的状态 那这样的状态 做这个沙拉就可以了 放冰了之后呢 我们放一些下去 那呢 我们将这些材料 刚才准备的汁呢 轻轻地搅拌均匀 让它醃一会儿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处理三文鱼 那你可以去超级市场 就买一些三文鱼 那我会建议你选择一些刺身 那些 那有一些圆构 好像这样 那它未起皮的 那我教大家 起起一块皮 那我们将一块鱼 放在砧板上 然后呢 我们按住那个底 这样慢慢一拖 那我们的皮 很容易起出来 那我们有一些杂味粉 那我们平均地 撒进去三文鱼里 四周围都撒进去 给完之后呢 我们烧热的烹饭 那烹饭要比较热 那我们加些油 跟着呢 我们会煎个三文鱼 顺便说说煎鱼有时 你有时会怕会黏呢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烹饭 我们将鱼插在手里之后 那其实如果你一立刻一放下去 你根本可能如果黏了你够不到的 那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拿一块鱼在上面掃一下 如果在一只烹饭是没有黏住的 你很放心这样放下去 那煎它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意思是轻煎 我希望四面都平均的 所以大约每一面煎它 三十秒至四十秒到 四面所有的位置煎完就可以了 中间还是生的 OK 选择这个三文鱼呢 最好选择厚一点一点 那效果做出来就会很漂亮的了 OK 那整块鱼就完成了 好 煎完三文鱼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放在冰箱冰一下 那就是让它实身 那你实身一点 就切的时候会容易一点 那我切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看到呢 因为我刚才三文鱼 我煎了四边四边的 那其实中间就很生 中间容易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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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 在三文鱼上面,让它有多一点点的味道 那三文鱼粟米沙拉就完成了 其实很合适合夏天吃 如果不喜欢三文鱼,不要紧 你可以用吞拿鱼做 或者放些肉都可以 这个沙拉就很百搭 可能孙子或者去九龙城的泰国店 都很容易在这里 希望大家有机会试一下 多谢大家 小水 小水 沙拉 鸡肉 小色 鸡肉 大鸡肉 生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